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月7日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假日的活动 响应公益国际狮子会 特别在台中市政府的广场前 举办年度爱心园游会 一共有111个摊位 当天所有银鱼将用来购置两台老人文康休闲车 捐赠给台中市政府使用 而市长卢秀燕这天也特别出席受赠仪式 并感谢国际狮子会的爱心付出 精彩的古镇演出炒热会场气氛 紧接着在众人的见证下 台中市长卢秀燕跟国际狮子会等人 一同在台上合影留念 感谢狮子会把两台老人文康休闲车 捐赠给台中市政府使用 因为他们今天透过原油会的方式来募款 然后要捐给市政府或者捐给社会上相关弱势的家庭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方式 大家一起伸出援手 寒冬送暖 让每位市民朋友都能够过好年 相应爱心公益国际狮子会举办年度爱心园游会 在台中市政府的广场前顺大展开 集结了73个分会的资源跟力量 一共摆设110个摊位 不管是美食小吃还是农特产品统统都有 预估扣除成本之后 将会有400多万的盈余 用来购置两台老人文康休闲车 师傅也表示 车感谢国际狮子会的爱心付出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人一起寒冬送暖 帮助弱势 让所有市民都能过好年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